今天聊什么 今天我们来邀请的是 国民党立院的金门女战神 陈玉珍委员 那当然要来谈 最近在立法院里头 在野党跟执政党的冲突 这场蓝绿冲突 到底是为什么 而是不是除了这个冲突 被外界称为马戏团的做法之外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立法院 现在的乱象 那陈玉珍委我们看到在立法院里头 当然最新的这场冲突 你这个金门女战神果然是名不虚传 早上还摸哨了 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 这个现在民进党执政 五院权拿以外在立法院 还很压霸 所以我说过 这个独裁变成事实革命就是我们的义务 那非常的蛮横 昨天事实上不是只有 不要只看到异常的冲突 没有看到事实上民进党 完全破坏议事规则 完全破坏游戏规则 那我们的数据其实很简单 也代表全国人民只是希望 第一个因为三加十一造成的防疫破口 请苏院长诚恳真诚的向全国人民道歉 这是我们的主要诉求 但是就是院长就是不肯不肯真心回改 而且写过来的报告还是一个甩锅大报告 里面写的是说三加十一不是防疫破口 跟社区感染没有关系 这点是跟国人的认知完全颠倒 然后里头还歌功送歌 所以国民党才是没有办法接受 主要的这个起因 这个战火的起因 就是这三加十一的报告 在野党不满意 行政院的调查不确实 检讨没有落实 过程交代没有清楚 决策公开透明的政府的决策 事实上是一个民主社会基本的要求 但是完全没有 所以现在已经到蛮横无礼的地步了 而且事实上昨天之前 我们事实上也没有想说会有这样的事情 而是因为民进党先升起了恶意螺旋 民进党在前一天先派了委员们在那边排队 等于是 一副就是要护航到底的样子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休闻姐说好 就是一副就是要护航到底样子 所以你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 应该说我们代表国人向行政院做监督 这是立法机关当然是监督 国会是监督行政机关的单位 那民进党昨天这样的表现 在包括连立法院的议事人员 立法院的议长都没有维持中立 事实上面对 针对我们这些已经算是有权利的国会议员 他们都可以这样把所有的游戏规则 改掉 不让我们 他们不让我们执巡 然后把我们的执巡顺序 没有按照立法院执权行使法第19条 按照前一天排定的顺序 然后就自己在 时代力量已经 秋前自经执权的六分之后 就把他换成是别人 这样子等于是把法令玩弄在他们的股掌之中 他们都可以对很有权利的国会议员这样做 那如果上行下效的结果 那请问对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如果有权利能执行法律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会随便解释法令 那百姓要怎么伸援 在网路上我们就叫做这个 求援啊裁判啊求证都是同别的 没错就是这句话 都是你自己嘛 这个真的有够夸张 我们立法院在一场冲突还是有一些规矩 就是说第一个 为什么大家都要抢七点前去排队 就是要七点开门冲进去 抢占什么主席台 这个是规则 所以大家都会在那边排队 不管怎么冲突排队 然后门打开 大家就跑百米 差不多不到一百米的速度冲进去 昨天我们前门打开的时候 发现我是第一个冲进去的 发现民进党委员已经都坐好坐满 坐在主席台上 怎么回事呢 我前面明明没有人啊 原来总务处配合他们 还有行政院配合他们 立法院秘书长配合他们 左后门 开后门 开后门真的 他们在6点59分钟就把门打开 我们到7点整的十几秒 朱朱完了十秒钟才开门 然后呢 立法院的秘书长跟总务处长 站在后面迎接他们 你知道在9月17号 以前是这样 以前只开前门 那后门之后等到8点以后才开 前面就是7点开 大家在这边排队 要攻防 你攻我守没关系 就开门大家 看谁冲得快 就是这样子 很有规矩 昨天完全破坏规矩 就是他们先把门打开 他们先进去 然后当我们进去的时候 都已经站好 他们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你以为你是这个冲线的第一名 你要冲线 就发现大家都已经坐在里面了 我们两个秀琳姐跟我比赛跑100名 然后中点站那里 我们两个从10起跑 然后结果你可以找我10秒钟起跑 你觉得我跑得赢你吗 没有他从终点站就站住进来 他就把线 他就站在终点站 然后说你开始跑 对 是不是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事情 今天 国会殿堂 立法院是国家最高民意机关 你都可以这样玩弄法令 完全违反议司规则 那你这样做 你这个高官这样做 你叫下面执法人要怎么来学习 所以这是一个工坊 只是说这个工坊 就是说到底光不光明正大的问题 因为假设说前门跟后门都是同步开的话 那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所看到都是夜宿在前门 为什么没有人夜宿 以前都没有开后门 只开前门 如果说以前也开后门的话 那应该有一半的人睡前面 一半的人睡后面 民进党实在是不光明的 我怎么说 民党人数就是比我们多 讲实话人数两个打一个 我们也是很难赢 但是至少游戏规则要公平 现在民进党执政下所塑造的 整个社会氛围就是 很多游戏规则都不公平 你看很多政府官员为了要升官 必须取义成赴他们的这个意见 你看包括连应该保持 义势中立的立法院 都已经变成民进党的附水组织 民进党就说这个就是鱿鱼游戏 我觉得用鱿鱼游戏来比喻是相当不伦不类 那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生存游戏 而且他假装以为鱿鱼游戏是很公平的 其实鱿鱼游戏根本就不公平 完全掌控在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他们随便改规则 现在如果他们真的觉得这是鱿鱼游戏的话 那整个立法院就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有幕后的黑手在设计整个游戏的规则 整个国家的体制 如果以这样做来讲 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什么法律 没有什么公理 只要他觉得对他就修改法令 然后他觉得你不对他就让你再见 社会没有公平真意 这个是影响最深远的 所以本来就是你们认为说 要遵照原本的游戏规则 所以大家就在前门排队 看谁能够最早冲陷 但是这个事情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策划 你们是前一天看到他们有人去排队之后 才开始策划 清晨5点去摸哨这件事吗 是的我们就是前一天看到他们前一天排队 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也要去 我们也必须要去 然后就趁天将亮 那时候还没亮 将亮会的时候我就先过去 我们发的甲洞是5点半 你们甲洞发5点半 你建议的吗 因为你在金门摸哨的经验比较丰富一点 我是党团书记长 所以是我决定的 你决定5点半 但我当然因为我是干部 我是服务干部三长 所以我自己比较早去 那我去的时候是5点十几分 那我去的时候看到7位 民进党我们排排税 排排税 他们是有带税带吗 还是直接 躺椅 在躺椅上 那7个都是男生吗 都是男的 所以他们先派男生 派7个理论上是有当过兵的男生 我不知道 理论上他们应该知道 站2点到4点 4点到6点的少 至少要有人维持心 对嘛 要有一个人是醒的 所以我就 我就看 我觉得好像如露无人之景 然后就走过去 然后就把一直搬着坐在这个门口 你就搬在第一个 对搬到 就是我都顾第一个 有人说你在他们的睡梦中插队 对 他们就说对 那正 我就说你怎么可以插队 我说帮帮忙 你在排队可以睡觉 你自己站刚的时候 你没有当过兵吗 站刚可以睡觉 站刚睡觉被敌人摸进来的 你还有脸说吗 是吧 他不当过兵啊 我也问他说你有没有当过兵 对吧 那他说难道我们的人少 当然就是要发动齐席战术 比如说上一次在未还委员会 上个会期 因为疫苗采购有很多的黑箱 所以我们要成立疫苗采购掉月小子 在今年的3月27号我记得 就被成营党啊 但是我们后来成立了啊 因为我当主席的时候 我们5个人嘛 他们9个人嘛 民众长1个人 我认为有15位嘛 那你说我们举手举得赢他们 当然举不赢啊 所以我担任主席的时候 我就趁着我这边看啊 担任主席看民进党的9个人 一下子一个去哪一个 就突然人只剩下4个的时候 这又是站岗不认真的 他们就离开嘛 前一天柯总召说他们一定要什么滴水不漏啊 严密什么防守严密啊 绝对不会让我们累死一步啊 第二天我在那边就看人不知道 那个现在有个提案 大家表决点名 点点点点我计很快 点点名嘛要点名表决 他们很多人都不在 最后点名就是我们赢嘛 点名表决这是真的一个一个点 陈英赞争反对 苏小慧赞争反对 蒋光安赞争反对就一个点 说要点到5比5平手嘛 那我是主席我可以加一票实施通过或反对实施那个 所以我就通过了 所以就通过 通过后民进党超级不爽啊 说你怎么可以发动棋息 我们都不在 我说我们就是人少才要发动棋息啊 不然你觉得我应该坐在那里 等你再拿枪来扫射吗 本来就是这样子 这是按照议事规则做的啊 人少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人少一对一怎么也不会赢嘛 对吧举手也不会 而且更何况民进党常常不让国民党表决通过 不管是多么好的案子 我举一例子 去年年底的时候 去年 今年年初就上个会期 大家记得国民党有提案说 要买3000万剂的那个疫苗吗 民进党封杀欸 这个案子有不对吗 要买疫苗欸 然后接着说像美国去要多一点疫苗 直接都是好的建议啊 因为疫苗很缺 现在也是很缺 那时候更缺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BNT购买的事情 非常缺我们就提案要求说 购买3000万剂疫苗 民党全部给你举手反对 全部反对 你说我们举得赢吗 当然举不赢 你如果说意识形态的案子 你跟我的立场不一样 OK fine 你就可以否救了 这种攸关国际民生案子 他全部 只要国民党全部给你封当 那是因为你国民党提的案子 不能让你都过 对 就是国民党提的案子 他就绝对不让你过 那我觉得他自己可以提一个说 那我们加购3500万剂 比你们多500万 然后把它过了不就好了吗 他们就是只要国民党提的案子 即便夺对国际民生有帮助 他们也不会给你一点credit 就是不给你过 他加码就好 加码credit就抢回去了 他们就压霸 多数党 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是绝对的多数 说到这里我一定要讲一讲实力和民众党 在这些我们都是在野党 也算是加起来算是少数党输民进党 我们全部连了起来举手也是输民进党 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全国联名的意义 在野党其实不应该分颜色 应该都要站在一起 但是时代力量常常不是这样子 永远 时代力量真的永远在乎 我个人是劝过邱显志 我跟他说你这样不妨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你被认为是小绿 你还是应该监督政府 这个才是你应该身为国会议员 身为立法院在野党团应该有责任 邱显志那些说一句话我实在应该公开说 我们昨天在议场的时候他说 他说你不给我执行我怎么跟他要东西 邱显志这样说你不给我执行我怎么跟他要东西 所以你的执行是为了跟他交换什么利益 时代力量的目的是在这里 这是他公开在那边说 我说我们执行是在帮民众争取权益 不是在要什么东西 不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在野党怎么看待自己角色的问题 那昨天你的发动的奇袭 当然是让那七个民党立委完全脸上无关 站哨睡觉对不对 站哨睡觉被摸哨刚刚好而已 应该柯总到底非常生气吧 因为他已经下过两次非常严密的动影令 上次在卫环委员会 然后就所有的立委 后来那些立委 只要他们说在卫环委员他们说 只要陈医震在我们绝对都不能立即 大家都不能睡觉 不能立即不能睡觉 你败下阵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吗 因为好多人他们好多人捞我 但是我事实上在一场其实没有在攻击别人 他还有捶我 但是我从来也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 我就是防守 但是如果真的太过分 我的姿子也说我不要太客气 我一般不攻击别人 你不是有在做重训吗 但是我们是为了防守 就是说为了冲进去人潮里头 但不是为了打人 但邱莹是非常凶狠的 我要讲实话 上一次去年在中学院人事案那一次 我记得他拿了一个计时器要砸我 但是没有砸到 计时器 很厚很重好像白色 我头敞过去 那个真的很重 那个砸过去已经头破血流 他真的非常强 而且他会骂出话 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你说他在大家推起的过程当中还会骂 他会骂出话 不哑了吗 他会骂出话 我不会了 那昨天有吗 其实我讲实话当场很乱 但是我后来看已经带有 我事实上还没看到他还捶我 他捶你 捶我后面 我看影带说他捶你 你当时已经没有感觉到被捶到 我没有感觉 我真的没有感觉 因为有时候很困难中 拉拉扯扯 你后来有回去再看影带 这种在所难免 不要太超过就那个 我倒也不会把这些事情看着说 个人受伤 不然手受伤 全部脚欲轻 我都觉得个人受伤事小 重点是民众的权益怎么争取才适大 那国家的体制怎么维持这个公正 这个法治的制度才是重点 个人都是沧海之宜素 你昨天录影带看完之后 有哪些攻击你 因为民进党看起来也都是派出女立委 一起派男立委来就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他们上次有派男立委啊 在上一次 陈菊那一场我站在主席台那一次 我不是固守主席台这一次吗 这张 后来他们派苏贞卿跟柯总把我拉走啊 这个是在睡觉 站岗睡觉的正元棚 他跟你很有缘分啊 他是我大学同届的同学 他台大同母的台大中文 我们同届的 所以我跟他事实上是有认识的 那你还摸他哨 我不知道谁顾在那里 这不是我的责任啊 保持心情上的责任嘛 就是同学也不管 就是应该做什么 各自把各个责任扮演他 后来他们是把我抬走 是男的把我抬走 昨天是六个女的抬走 昨天是六个女生来对付你 哪六个啊 我也不知道在下面 我们只知道有邱毅盈嘛 我们在下面 下面有好几个人 王美慧拉我嘛 管碧玲、刘四芳、王美慧、陈秀宝 还有一个谁 何欣纯 陈廷飞 所以都同时出现 我有印象 所以昨天是派出女立委来围攻你 昨天是派女立委 不过你一人占这么多人也不容易啊 是但是当然他们还是人多失重啊 但是我相信对民进来讲 我是一个比较难缠的对手 因为我感受我的攻击力 和防守力都是比较强的 我比较有坚强的意志力啊 像上次那个防守嘛 我那时候他们就要 他们还用心战喊话耶 那个防守那次 他们还用心战喊话说 你们的人都那个你赶快走 我说我没有接到解散的命令 那边撑了五行 你不是发号司令的吗 没有上一次不是 这次是你发号司令的 那他们就完蛋了 因为你不会发号司令解散啦 你一定叫大家继续撑啊 继续啊继续 金门人的精神嘛 金门人的精神 金门精神是这样子 生活不怕苦 工作不怕难 战斗不怕死 所以我昨天有被他推荡 站到最后一分一秒 我昨天有被他推荡我就站起来了 只是我比较不会去攻击人 不过我觉得他如果这样过分的话 下次再碰我就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你要先告诉他们 就是说如果你不犯我 我就不会犯你 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攻击过 你拉我OK我也会挣脱 但是如果你用打我的这样就不行 所以你要发出最后警告 邱毅如果再碰的话绝对 你现在跟邱毅寅喊话是不是 不用喊话他再碰他就知道 我们看你刚刚开始到立法院的时候 因为就是到立法院的时候 形象跟现在非常不一样 那当时呢 大家都会说这个印象 大家很深刻的是说 你在一次的抗争当中 在外交部 然后手 但是那时候不是因为夹到手 而是呼吸困难 换气过度 因为我那个时候12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我在金门 我是金门的委员嘛 我那时候一个月坐60趟飞机 实在是非常累 一个月要坐60趟飞机 你说从金门飞到台飞来开会 对对对 我每天都要坐两趟到三趟飞机 哇真的是非常 坐飞机是非常累 你说有时候一天还会往返两次啊 对三次 三次 有时候一天往返三次 飞三次啊 三个单趟 两次是基本的 因为60趟 30天一天就两次 两次是基本的 每天就是要飞来飞去 每一天啊 每一天飞 哇每天坐飞机 实在是有点辛苦 所以常常觉得体力不支 早上啊晚上啊都要一直飞 然后还有中间还要 早上要开会 中午要跑去公计 然后晚上要跑行程 婚伤喜庆都要跑 然后还有开协调会 事实上 哇我那时候觉得做立委 真的是一个折寿的工作 但是有福报啦 但是寿命一定会尖短 所以那一次 那次是因为呼吸困难 喚气过度 所以就 那个哇几百个 几十个应该五六十个保六 都比我高 把废气涂在我的脸上 然后我没有办法呼吸 就昏倒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呼吸 喚气过度 喚气过度 他们医生说的叫喚气过度 就是因为你吸不到氧 所以就更用力的患 所以就是就是非常激烈的患 因为他们都涂那个二氧化碳嘛 那男生都比我高 那时候全部都是男生 五六十个保六的 你是在外交部抗争的时候 而且整个人夹在你头 不是只有夹手 身体整个卡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整个抗争 包括手被夹到这件事情 包括你在住院的这个期间 因为韩国瑜去看我的关系 不然是 所以这整个新闻就被吵起来了 因为要攻击韩国瑜就顺便 把你家带进去了 应该是这个关系 不然我一个 初出毛鲁立委其实没有这么重要 不就是你第一个在立法院里头 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那当时的这个形象 好像觉得说你还蛮搞笑的 怎么打到手然后 对 他们大概是这样 就是因为那个三立很努力的 帮我做广告 这个 那时候 那时候我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刚开始 我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因为我就真的受伤 他都在睡觉 我都没有看新闻 那是12月9号的时候 我都在睡觉休息 后来隔了礼拜一 我才知道 就是我也还不知道 记得很多人来访问 我就叙述一下什么情形 然后是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 我回金门 我太累了 身体很虚啊 我很冷 那我回金门休息 那时候回金门休息的时候 我后来也在照很多人批评 嘲讽啊 做两个成语嘛 我是拥有成语的立法文明 一个叫剑缝插针 一个叫做假手他的 我有递的成语 你真的相当的 这已经立下一个flag了 然后那时候回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 我后来看到很多人攻击 嘲讽啦 那当然心里非常受伤 那时候我刚刚当立文 我本来是地方 他把你塑造成一个丑角 对对对 那心里非常受伤 但是我回去的时候有一天 事实上这件事情是 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郁振振振 你知道你上个礼拜赚了1亿吗 我说什么事情赚了1亿 他说你知道吗 上个礼拜一个礼拜七天 有八台电视台 每天播你26次 你说这个广告费有没有1亿 我的朋友还正正面思考 我就说对 等一下正面思考 所以正面思考 遇到挫折就是正面思考 那从那个时候以后 就是我的从政 我记得从政经过很多阶段 那个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后来过了那个阶段以后 我因为有时候 因为我们表现突出嘛 然后蓝营立场比较相近 支持人自然是很高兴 比如在那个圈粉的那一次 对不对 这一次 这一次就是真的非常 很高兴嘛 对 英勇嘛 但是绿军也非常的讨厌你 就会排山倒海的攻击 说实话就是这样子 那脸书被灌爆啊 支持很多 就是嘲讽的也很多 这是真的 声量很高啦 对对 但是就是 有正的有负的 夹栽型就越来越高 很高啊 那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渐渐就会觉得 我一直跟我很多朋友讲说 我从政这几年来有一个领悟 我说 后来又有一件很多事情 我安能警报什么这件事情 我开始有一个领悟啊 有安警报是在你住院之前啊 所以我是5月份 这是你刚刚看 我根本不是在报他 你这个时候看起来 你在握麦克风 你在握麦克风 你在保护这个麦克风 对对 因为你跟他太接近了 那外外外男神嘛 就可能有很多 我其实没有那个想法 因为他比我年轻嘛 因为男神啊 大家会想说哎呀男神 就这跟他韩剧的时候 大家会变成红太太啊 变成什么金太太啊 是同样的概念 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因为 当然 就是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在这个从政的场域里头 我有经过万箭穿心才能成就金刚不坏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很多攻击 我们才会强大 这个是我也跟我很多同事 因为很多同事也常常受到攻击 然后他们就很难过 我说你受过攻击 绝对不会比我一天 一个礼拜八天 每天26次来得多 所以绝对占的没有你多啦 你占以亿 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多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可以承受 这个是必经之徒 必经之徒一定要成就金刚不坏 一定要接受万箭穿心 所以只要自己的核心思想 跟那个核心价值跟中心思想抓住 其实就不用害怕 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往前去做 对 我们也见到很多鼓励 说实在我们见到很多鼓励 很多民众的支持 像昨天的事情 那你怎么会有战神的封号 昨天的事情也是好多人写来 我们支持你有没有受伤 实际上也常受到很多鼓励 你看你这又赚了 就是你跟林长佐 这也变成一个话题 你这也赚了不少广告费 有哪到票王 有哪到 选票 你是要偷他的选票 对 林长佐就说你是偷袭 没有其实也不是他说的 其实他当时也没有这么说 是后来应该是网路 不会是陈柏维吧 后面那个陈柏维的验声怪怪的 有可能是陈柏维 但是但是林长佐 倒真的也没有这个说法 我跟林长佐他也知道 这只是异常攻防 那没什么 但是网路他们就是要这样做 因为三立都喜欢做这种 他喜欢帮你打广告 我根本不是偷你的褲带 那是褲带吗 我根本没有在想 讲实话我根本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在异常上我说过 只有敌军跟友军没有男跟女 我打仗没有再分男女 你们男生来也是一样 你们金门人嘛 也都是已经有那种捍卫 对 战斗精神比较强 然后意志力比较坚强 我的意志力一向坚强 然后我做事情比较认真 使命必达 不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立法院的这个攻防 那当然有很多那个网友 你知道 就看了觉得说 为什么立法院又变成马戏团 我们花的钱 请立委来不是来打架的 他们都是薪水小偷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 我们这个立法院光 不是今日 不是始于今日 我认大学的时候民进党就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也不希望这样 事实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论述 但是只要到了表决的时候 民进党就是要强恨的 蛮恨的强压过关 那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没有使出非常手段 难道我们乖乖的坐在那里束手就行 不站出来帮民众争取权益吗 很多东西政府对的就是对 不对的就是不对的 不能因为我们是少数党 就要强行碾压过关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坚持的是一个程序争议 一个公平争议 这个东西很重要 如果连我们自己身为民意代表人 都不敢勇敢的站出来捍卫这些权利的话 你说这些民进党哪有勇气可以 在各地服务者为民众捍卫权利 这个是一种价值的判断 价值的选择 我知道你说的是说 在野党现在在立法院的弱势 让你们不得不只能有这样的选择 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民进党都用多数暴力霸凌我们 他们才是真正实施暴力的单位 他们霸凌我们 我跟一个说吗 什么案子再好的提案 他永远不会给你通过 真的永远不会给你通过 再好的提案 买疫苗不是好案子吗 不是好案子吗 是啊 是非常缺疫苗 他也不给你否决啊 太多了太多了 所有的事情他们都不跟我们 就是不愿意跟我们理性讨论 就是讲完了 像我礼拜 在昨天 礼拜一 我在胃房委員会 我们在讨论疫苗采购钓月小组的 成立要点 我们就说不应该黑箱 要让多一点单位 然后可以怎么钓月 所以民进党通过一个 要通过一个绑手绑脚的要点 就是让疫苗采购钓月小组 变成疫苗采购不能钓月小组 我们怎么可能可以接受吗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跟他距离一针 但是最后 他们说 那你们不要说了 就是表决 表决我们是真的绝对不可能赢的 所以 他没有再跟你讲道理 所以你没办法跟他讲道理 我们跟他说服也说服不了 他们就是真的很多民党委员都是以党义 当作超过民意 很多事情他们也知道民意不是这样想 比如说萊豬 萊豬的案子 有六成多的民意是反对萊豬进口 民党不是一声令下全部举手吗 对吧 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方法 只好用这样的方法 但这样的方法其实在民意上 因为我们不会只用这个方法 我们还是会有文工的方法 我们不会 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文工的方法 不被民进党说 比如说我们表决 我们举手表决 我们怎么样反对 他们都完全自自不离 所以 这是一种手段 希望你能听到在野党的声音 希望你能听到民意 那我们还是用文工方法 只是说因为我们理解说 在很多立法院的冲突场域里头 媒体都比较喜欢冲突的发明 有动作的发明 平常在那边论理啊论事 像我脸书有灯啊 我们也在那边跟他辩论什么 这些媒体一般关注度会变少 所以民众印象就会是 好像都是这样的自己冲突 其实不是的 不过其实现在的民众 他得到资讯的来源 不完全是大众主流媒体 虽然大众主流媒体 没有关心这些比较论述式的工坊 但事实上现在在网路 这么发达的状况之下 很多资讯是可以 让大家都能接受的 所以呢 是不是还是要用这种肢体的方法 像昨天柯文哲就评论这件事情 他说30年前大家都看过立法院打架 那时候打架都是民进党 那为什么民意支持 因为那时候呢 的时空环境 社会上面的 这个资讯的流通的方式 让大家没有其他的管道 可以获知立法院里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呢 像马戏团式的打架是引起的注意 大家知道说 现在立法院里头 正在利益交换些什么 所以大家会去关心 认为说 这样的方法 把资讯公开揭露出来了 那不过此时此刻 已经是30年后了 还用同样的方法 民众不会支持 柯市长应该去想一下 民众党身为在野党 一样是在野党 昨天怎么可以在内阁情创下 完全不顾议事规则 跟民进党做直循顺序的交换 完全违背法令 在野党合起来 坚持对的事情都已经 表决不赢民进党 今天民众党 竟然还去跟民进党做交换 昨天这个事情 我觉得民众党真的是做的不对 时代力量就算了 时代力量反正天天在护航民进党 不管民党说什么 反正他们都是支持 然后昨天还顾议说 都是国民党在护航民进党 明明就他们自己 常常在护航这个 护航这个民进党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要看背后的原因 就是说当 民进党永远只用多数暴力霸凌 我们永远表决永远输 我们也表决过很多次 可能因为社会大众没有 没有这种冲突就不会看到 我们表决过多少次 一次一次一次再次的表决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上次疫苗采过第二个小组 我突袭通过后是成功的 已经通过了 隔天民进党翻案 他要翻案 后来还不是在一场战的很厉害 在那个会航委会 大家把主义台都站住 拿来就是有一点 就是快要一触即发的结果 事实上已经有已经冲突的很厉害了 那所以才让这个一直维持下 最后民进党才让步 对就是这样子 不要翻案了好吧 就这样子好了 就让你调阅 反正我最后可以改游戏规则改成不能调阅小组 对 他就再加一个要点 改成绑手绑脚的要点 所以 所以有些事情 该做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做 当然一定会承受很多责乱 我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是这个社会是这样子 比如说 国民党要力争的时候 如果国民党不力争 今天我们今天都不发生这些信号 我们就乖乖坐在那里 就会变成这样 举手表决 或者是他练成我们就听什么 那当我们不用那么辛苦啊 我们哪里需要生活性 我们要起早赶晚的 4点多就要起来 在一场前面对吧 然后要弄到晚上的11点 而且回去 可能全身是伤啊 那有时候有没有听到 大家都在批评 国民党制度都在批评说 国民党太过 軟弱 对 温良攻减闹 那当我们觉得 这个时代压迫太厉害的时候 应该揭竿而起的时候 又有人批评说 那你这样就是马戏船 又是太过暴力 那有这种事情 这叫父子骑离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坚持 对的事情就是 虽千万能无妄于 所以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 但是我会判断 我会判断说 什么是对的 不是说你说不应该冲就不应该 或你应该冲就应该冲 我们是看议题 重要的议题 一定要捍卫的议题 一定要让民众知道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承认这个论述部分要加强 第二个 国民党有一个比较吃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网路媒体资源比较少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常常在 发生事情以后 我们不是第一个时间可以发布的 但是民党会第一个时间说 比如说我去 我说去七个人在睡觉 我讲那件事情 他们就说 我怎么可以插队啊 问题就是你在睡觉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 这个有时候 所以说 舆论的资源也很重要 国民党现在就是一个 没有资源 没有话语权 没有权制权 的在野党 我们不否认民党他用尽所有力量 包括NCC都整个介入 所以民党资源相当丰富 他可以养很多网军 然后找很多反正相关的媒体 我敢公开说 几乎媒体全部 几乎都绿化了啦 南军发生的管道已经相当少了 所以他们自然可以制造风向 不过这一步一步来了 反正就是施政满意度这件事情 是要落实到人民的所有的生活面向 当人民觉得生活不好 民进党的施政有问题的时候 在野党的反对 就会显得有正当性 那现在陈玉珍 国民党的女战神 她坚持的是在野监督力量 这一道堡垒绝对不能垮 否则台湾的民主制度 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如果你喜欢生活online的话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设下小铃铛 提醒您收看 谢谢